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我们有看到这边是我们家的黄金 上次我已经高压了 然后这些枝条高压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本来是想把这些枝条剪枝 其实都还没长根了 现在已经转到冬天了 所以可能长根会比较困难了 很多枝条它都开始长起来了 这边很多枝条都开始长起来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可能会把这边枝条剪掉 然后剩下还没长根了 我会剪枝 然后放在这个盆子 像这些的一样 放在这个盆子来去照顾它 像我们看这边是伤生了 盆栽一段时间 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果了 虽然是正在盆栽 然后高压的胚土我都还没有拆开 那个包都还没拆开了 而且它现在也正在结很多果 这边是一些果树的佳切盆栽了 五花果 然后还有这边还有西樱桃 好现在我们会去检查 虚拟我种植的黄金高压枝条 算到今天也是一年多 还不到两年了 大概一年半左右 这边是一些西樱桃 这是西樱桃的果 挺多的上面也有成熟的 现在我们再去看那个黄金 外面是一些五花果 这段时间五花果不太好 这五花果的枝条不太好 我们这边 有看到那个黄金吗 上次种了一些黄金 这是上次种子鱼苗起来的 现在因为上次有很多分芽 我也剪掉 留一个而已 今天它要开始长出分芽 我也会摘掉 目的就是让它长比较高 这样子 这是种子鱼苗 就是刚才我高压的那一颗 高压下来的 就是得到了两颗 上次还有一颗 上次还有一颗 在这边 有死掉了 有枯萎掉 就剩下这颗而已 然后上次千里的被一些海虫弄坏掉 就剩下那一段 然后记得高压的一些枝条 有这个上次大概五还六个枝条 后来要剩下两个 这是另外的一颗高压枝条 中子的 这颗原本是有几个枝条在这边 可是过去的前一段的太阳比较猛烈 把那些都晒干掉 这边也是种子鱼苗 所以这颗是买的 买回来种子的 另外最漂亮的一颗高压的就是这颗 现在一年斑 它的长子大概这样 就是成功 然后最漂亮的其中的一个 这个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